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這句話 QA時間 今天我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最近很多跑者問的問題 半馬補給 到底該怎麼補給才是正確的呢 那首先你要先知道一下你的半馬比賽當中 大概的完賽時間大概是多長 舉例有些快的跑者可能只跑了90分鐘 有些初階跑者可能要跑到兩個半小時 甚至三個小時 那時間的長短就會影響你補給當中 所需要的策略還有時間 那首先我們先來講一下補給當中你會用到的東西 第一個可能就是果膠 再來可能是鹽錠 最後可能還有一些BCAA 甚至是一些刺激提成的咖啡因 那我們來談一下能量膠的部分 能量膠就是補充你身體現在所需要的熱量 還有一些糖類之類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能量膠的補給大約是一個小時一次 我覺得就很充足了 在比賽當中你可能跑到第10公里 8公里12公里不等 在一小時的時候 你就可以稍微吃一個能量膠 讓你在21公里的後半層當中 可以不會有肚子餓 導致你開始跑得四肢無力發軟的情況出現 那再來第二種就是鹽錠 鹽錠的補給時間大概是30到45分鐘 你就可以做一次補給 這個東西補給的目的呢 是希望你身體有富含豐富的電解質還有鈉 那這個時候會讓你身體可以避免有抽筋的情況出現 所以半馬大概可以吃1到2顆的鹽錠 避免你在跑步當中後段有抽筋的情況出現 那最後一個就是有些人在習慣比賽當中會吃BCAA BCAA的目的呢其實是讓你肌肉稍微有修復的情況出現 讓你跑到後面肌肉不會有這麼痠痛這麼疲惱的情況 補給大概就是這三種方法 你要記得你的能量膠 鹽錠 BCAA 這些東西的使用時間 那我的建議是每一站水站都要進水站做喝水 那你要補給前 你可以在看到水站的時候開始吃 吃完之後喝水速口再出水站 這個時候對你半馬比賽是最有幫助的 所以以上簡單分享給大家 就是如果你在比半馬當中 到底該怎麼補給 可以試著用這樣的方法推算一下 你的完賽時間大概多長 再把前面的幾個種類稍微算一下 你舉定你是兩小時要完賽 你可能第一個一小時之後要先吃一包冷亮膠 30分鐘左右吃一顆鹽錠 那半程中間要吃一顆BCAA 可能像這樣的方式來進行 講太快嗎 我們再看一次 你舉定你是兩小時要完賽 你可能第一個一小時之後要先吃一包冷亮膠 30分鐘左右吃一顆鹽錠 那半程中間要吃一顆BCAA 可能像這樣的方式來進行 但是因為每個人成績不一樣 所以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推估你在幾公里 你在幾公里該吃什麼東西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喜歡的影片影片 這邊可以訂閱我 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